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手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只是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手。 喜欢周深的粉丝都知道,周深最喜欢的女演员是周迅,男演员是胡歌,那么周深是如何追星的呢?她的经历告诉我们凭实力追星成功的人才是最大的获益者,歌手和演员在娱乐圈是很有预见的,但是很不幸周深喜欢的这两个演员都是很低调,而且有实力的,他们不经常在各大平台出现,最多就是宣传新作品的时候才会出现在人前,最少他们见面的机会是很少的,但是周深就是凭借着实力和努力见到了自己的女神,而且还为女神的三部作品演唱歌曲。 这真的就是最牛的这星人了,第一部是如意传的片尾曲《梅香如故》,这是周深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作品,两个人将其中的感情把握很到位,毛不易低影检查了深情,周深嗓音的轻量空灵,把人物命运的纠缠演绎得如痴如醉,匹词行农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,如今开口只怕是伤着彼此,无意苦真春,一人寻方度,凌落成迷,免作成只有香如故。 第二部是不完美的他主题曲,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,周深天使般的嗓音和充满希望的曲调交织成温暖的阳光使用相信,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,其实这首歌不就是周深的真实经历吗? 他不完美,但是坚持相信未来,美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 第三部是世人令的主题曲《归处》,周深又空灵纯净的嗓音将明朗和百音之间的纠缠,深情显示出来,被狼中又有义无反顾的信念感,不问出路,不求退路,我心唯一归处。 这首歌还是三剑客的再次合作,歌曲的结尾将大鱼的尾巴融合了进来,更有深意,看来又有很多人要在电影院等着最后的歌曲咯。 我们有的追星人穷极一生可能也见不了一次面,得不到一个鲜明照,但是周深却可以在自己的女神面前唱歌,羡慕了多少人呢? 看似荣耀的背后,周深经历了太多的磨难,还好他没有放弃,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女神,我们也有机会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,我们也是最大的幸运儿。 周深绝对是追星人的楷模,他用自己的努力让女神注意到了这个小男孩,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的追星人,不想最后一天会实现的,但需要付出努力。 不知道小编有没有一天可以追星成功呢?看来需要更加努力了,其实在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基础之上,再去追星就是最大的成功了。 这可是周深告诉我们的大宝林,听追星成功的人的建议还是很有帮助的,很期待周深和女神见面的场景,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不知所措呢? 这个周六快乐大本营就是周深的大型追星现场,大家准备好了吗?一起去看我们调比的周深在女神面前会不会收敛一点呢?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呀 吃光不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《缤纷娱乐》小,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递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